在这儿呢 这花费高吗 就这么高 便宜 神舟行家园卡 我看行 找到水果行星了 看 撞上了 女士来了 大大梦话二位 双色双味 要去加倍 好味对对碰 大大梦话二位 葱伴侣豆瓣酱 好吃的酱 酱伴侣 无法宽带小流头 亲亲一家乐融融 亲亲一家 服务增值 产品超值 亲亲一家花楼无限 中国网通 肌肤留不住水 补水再多也没有用 我发现可以锁水的秘密 巴黎欧莱雅清润全日保湿水精华 清透水样质地 蕴含法国福日山SPA矿泉水 能促进细胞活力 增强肌肤锁水能力 水分进得去 出不来 肌肤更柔嫩 清新水感一整天 巴黎欧莱雅清润保湿水精华 水润摸得到 水分跑不掉 你值得拥有 记得按时吃饭 好好照顾自己 时风静 数泳 已连木糖醇 五糖口腥谈 关注牙迟 更关心你 我有如意 我有吉祥 我有致富好帮手 彩评手机298 致富信息送到家 如意吉祥 大家联通 中国联通 辽宁分公司 智利民生新闻力量新北方正在直播 一场暴雪呢 让大家直接而深刻的认识到了 什么叫做物以稀为贵 平时三公里八块钱的出租车呀 出十块钱还不见得能达到呢 火车上这盒饭呢 被二十几个小时水米问浸的旅客 也是炒到了十八块钱一份 一公鸡正云动 你得花上三十块钱才可以买回家呢 那么随着道路的通畅 还有几天来的第一只满载 蔬菜的车队开进了水阳的十二线 蔬菜的价格终于开始下降了 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呢 也终于展示出了 它带有人情味的一面 现在是凌晨一点钟 我出的位置是沈阳市十二线蔬菜批发市场 由各地运用蔬菜的车辆 现在已经源不断的开了过来 从那个塔岸那边过来 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今天第一次过来是吧 对 第一次过来 你车拉了什么东西 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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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菜土豆 交通刚刚恢复 蔬农们就披星待月地 把他们送到城里来了 路面积雪轻得好 再加上政府实行的运菜补贴政策 蔬农们的积极性高得很 从现在流量车流量开 就今天下已经进了 现在和利润多量开 就基本上正常恢复 进入市场运送蔬菜的车流量 基本达到暴雪前的水平 这也就意味着蔬菜短缺的情况 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早上八点整 新北方在十二线市场内 遇到了正在询问菜价的 沈阳富士集团董事长 到今天早上为止 一共是已经进来了700吨 达到了700吨 各种纤细菜都有 从山东 河北 什么省内的 像绣园的网络 大陆菜 细菜 市场内蔬菜的种类应有尽有 菜源充足 菜价自然回落 那从今天早上五点钟开始 这个蔬菜的价格呢 就已经回落到解钱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两块两块小麻油两块 小麻油两块钱一件 今天还行 降不少 那降一半有的 现在回落速度挺比较快 早上两天强多了 菜价回落 市民当然高兴 市民高兴 政府的工作就没有白做 平衡价格 那没有问题 对啊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 以量稳价嘛 以量来平衡价格 菜有了 货源多了 那么价格自然它就平稳了 这样呢 请广大消费者 放心 从今天开始呢 猪肉 粮油 这些主要的副食品 还有汽油和柴油 那也将会陆续的运到石阳 商业部门呢 力争使这些商品的价格 跟雪钱保持一致 另外呢 石阳市物价局已经下发了 关于稳定暴风雪和市场物价的紧急通知 严厉 严禁 谋取暴力 哄抬物价和变相涨价这样的行为 所以大伙如果发现 胆敢隐身是法这样的奸商 可以随时拨打监督电话12358来进行举报 石阳的吴熙江和孙燕丽啊 他们两个人彼此之间是不认识的 几天前的那一场暴雪 让他们两个人的车棚都遭殃了 但是两个人的境遇 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正月15 吴熙江承包的沈河区龙凤社区的自行车棚 遭受到了暴风雪的侵袭 车棚顶部的石棉瓦被雪压出了一个大窟窿 墙体也裂开了 随时有倒塌的危险 而存放在车棚里的上百台自行车和摩托车 更让他担心 这可咋办呢 正在吴熙江一筹莫展的时候 救星们来了 为了减少积雪对车棚的压力 设防员们不顾危险爬上已经破坏的车棚 用铁锹清理积雪 还把存在危险的摩托车和自行车挪到了小区的院里 大伙热火朝天的干了整整一个上午 早已忘了外面的寒冷 而在吴熙江的心里 这场暴风雪带给他的不只是感动 跟吴熙江相比 大东区莲花东小区的孙燕丽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承包的自行车棚顶部有一半都见天了 仅靠铁架子暂时支撑着 从暴风雪停下来到现在 孙燕丽大姐的车棚一直都是这样无人问津 而车棚里的自行车一台挨着一台东倒西外的损放着 就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 还不时有人来车棚里存车 现在孙燕丽大姐就怕车棚出现意外 真是太无奈了孙大姐 暴雪带来这麻烦是大伙的 所以大伙希望 所以他希望大家要是能帮一把的话 还是帮一把吧 个人自扫门前雪 让人多心寒呢 有人说消防战士是火场上带来希望的使者 其实在大雪封门的日子 他们同样是浮危济困的力量 临日大雪抽坏了新松机器人公司的当家人 厂房的屋顶是采钢板 远没有水泥板那么稳固 一米多厚的积雪积压在近万米的厂房上 屋顶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 而厂房内的设备和高精产品 个个都是价值连城 一旦倒塌 这损失将不可估量 接到求救信息 浑南消防中队立即出动 屋顶在大雪的重压下变得十分脆弱 消防官兵们只能小心翼翼的用铁锹进行清除 从昨天下午开始 战士们就这样坚持着 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 累了就在车里打个盹 醒了爬上云梯接着干 二十多个小战士的壮举感动了全场的职工 也非常感谢这个消防官兵 在这么寒冷的这个天气里边 同样的场面还出现在了 沈阳北站狭长的站台上 省消防总队及沈阳市消防支队 机关官兵二百多人 来到沈阳北站义务清除站台积雪 在狭长的站台上 消防官兵们阴漏就简 车推 框台 轻运积雪 站台背音风大 非常寒冷 可消防官兵却个个满头大汗 车厢内外的乘客们 纷纷向官兵们挥手致意 整个站台呈现出一派 军民并肩 雨水相容 火热和谐的感人场景 这样的场面在城市的很多角落 我们都可以感受到 这些天我相信所有的人 还有一个共同的感受 就是城市里的街道 真是一天一个样 这种变化真是得益于 连续的工作 忘我的工作的环卫师傅们 也得益于越来越多 投身到这场战斗当中的人 今天一早呢 沈阳中山广场上 又多了一支特殊的除雪队伍 风起之时 大家会发现 他们飘动的头发 竟然是如雪一般的白 说他是爷爷奶奶除雪队 一点不夸张 平均年龄六十多岁 可不是该抱着孙子 遗养天年了吗 可是这些大爷大妈们 都闲不住 今天早上七点 大伙就已经带着家伙事 赶到红旗广场 投入战斗了 我做还卫二十年了 对这个沈阳特别有感情 特别有感情 我还乐意干这活 扫雪队由一百多个成员组成 全都是室内舞区的 退休还卫工人 和沈阳的马路 打了一辈子交道 在这个街骨哑当 大伙都摩拳发掌 主动要求重返战场 大伙能有电话的 都联络上来 我打了 我就把我自个 打了十四个人的电话 完了有的有病 没法来的 老头屁的来的 他找车找不着 我送来的